Hello同学,欢迎收看ASEP凯页数学 第三诗题 一样是化简 那老师把它定义叫做同销 同销去一个数 你看第一题 如果A乘B乘C不等于0 而且A乘C比上B乘C叫做1比6分之5 那A乘B比上A乘C等于0.3比5分之2 问你A比B比C是多少 OK 那第二个说如果A加B加C是159 那A又等于多少 好,来第一个动作 你知道A锡比B锡 在我们的左边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都能做同层或同销的动作 那我今天是不是可以选择把同锡都除掉 也就是你的A比B 就会叫做G比锡 1比6分之5嘛 所以1比6分之5又把它同层6倍 是不是就叫做6比5 OK A比B搞定 再来第二个 A乘B比A乘C的A跟A都约掉 那B比C就等于多少 B比C就等于0.3比5分之2 所以我一样可以选择同层个10倍 它会变成3比4 那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连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A比B比C 来我们来连一下 A比B叫做6比5 B比C叫做3比4 所以你看连起来多少 53的最小公倍数 两个人的最小公倍数 15 35 15 36 18 是最小公倍数哦 很多同学都会觉得是两个乘起来 不是 是最小公倍数 535 那54呢 20 所以我就知道他们的比叫做18比15比20了 所以第一个答案 18比15比上20 好了 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那它说ABC加起来是159 那就简单了 A叫做18R嘛 B呢 15R C呢 20R 所以我们把它全部都加起来 先算一下 33加50 53个R就等于159 很漂亮的答案 R就等于3倍 所以A就等于18乘3倍 54 好 轻松的搞定这种提醒